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能对大家的蝉头技术有所帮助 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的蝉头能够做得更加的漂亮哦 首先我来做一下动作示范 正蝉头 顺时针的 反蝉头 逆时针的 好 我再做一下背面示范 正蝉头 顺时针的 反蝉头 逆时针 下面我来针对蝉头动作做一讲解 首先讲解之前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是蝉头动作 蝉头动作就是拍肩向下 围绕头部做顺时针或逆时针的一个绕环 围绕头部拍肩向下 顺时针或逆时针的绕环 这个动作叫蝉头动作 好了 下面我来说一下 在做蝉头动作中 我们的动作要求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我们动作的规格 那我们第一个要求是拍肩向下 所以大家知道拍肩在哪里 这是我们球拍的拍肩 拍肩向下 而不是这样敞开的 注意 在做动作是我们的拍肩要向下 这个时候拍肩向下跟我们的手相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你松过球拍 你松过球拍你的拍肩就容易掉下来 如果你拍帮帮帮的紧了 球拍是很容易怎么样 向外敞开的 这个时候松过球拍 可能是 不是满法抓吧 就这样 松松的过去球拍 拍肩很容易向下 第一个拍肩 第二个问题是围绕头部 球拍呢围绕头部 去完成 有的也可以做成 把它提到很高 这也是肠头 第二个围绕头部 有的人做的时候你看就是 就是怎么样 没有在头的头 没有从头上过 从旁边就走了 那这个就没有 没有达到动作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肠头是我们不吊肘 比如说我们在做反肠头的时候 没肠完了手就掉下来了 看到没有 肠头的时候手就给掉下来了 但这个是不符合动作要求的 肯定是个可分的 肯定是个可分的 注意肠头完以后你看 向外打开走走走 转腰带回来 肿关节不能掉下来了 没有长腕的时候 吊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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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动作中 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 也是不符合动作要求的 那么我们在做 肠头动作是容易出现的 一个错误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动作的 讲解动作的要求中 已经提到了 还是在这个地方 要给大家再说一遍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是拍肩向外敞开 没有拍肩向下 就这样 长着盘子 拍肩向外敞开了 对 看到没有 拍肩没有向下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怎样去改变它呢 第一个是你把钓盘全臂 看到没有 我是手掌 我的手臂 手臂的内侧是向外的 看到没有 我做事就能做手臂内侧向外 然后松过全拍 走 你看你这样一过 手臂都过得多了 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就去拍子向外 你松松的过它 开肩是容易吊下来的 注意 第一个是 拍肩向下 注意 是旋臂转腰调整拍形 通过调整拍形来控制 动作中你也要注意 要注意调整你的拍肩 拍肩吊下来 向下 第一个问题 拍肩容易向外敞 敞开 那怎样去解决它 通过我们旋律转腰调整 手臂的摩拍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 船头是容易出现一个 左肩吊下来 反船头的时候 船头一半掉下来了 还没把头船完呢 动作就掉下来了 掉了 左肩吊下来 这个也很容易出现 所以我们一定要 重视醒来 船头用手臂往外打开 看一下 船头走 船头往外打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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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左肩吊下来 再回来 好 第二个问题 是船头是容易掉了肩 所以你要注意船头以后 怎么样 手臂向外打开 不要船头分了一半掉下来 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 船头打开 手臂一掉,然后就回来 这是第二个容易犯的错误 掉住 然后手臂向外打开 怎样去解决 手臂向外展 或者转腰 回来 第三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转腰的幅度不够 看一下我们在做成功的时候 插完头了,不转了,身体不动了 然后手臂直接就落下来了 其实我们完整的动作是 它有一个预备 蝉脱滑了有一个怎么样 它就在后半身的一个缓冲 这样的动作会显得比较饱满 比较漂亮 我们不能蝉脱做一半 做一半就掉下来了 这就弄得不好看了,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注意我们蝉脱结束的一个 转腰 带回来,这样是不是会好看一些呢 第三个问题 转腰的幅度不够 希望大家在做蝉脱动作是一定要怎么样 注意我们的转腰 第四个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转腰 转腰在我们蝉脱球中非常的关键 在做蝉脱动作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 这么蝉脱动作 我们可能会提前向左去转腰去 然后向右转腰的时候呢 蝉脱的时候可能会撇脚转喷 蝉脱转腰转喷 这个非常关键 就你腰跟腰腿先走以后 才能会有那个耍你的力量 给传导过去 然后带动你的手臂去完成 而不是说我腰没走 我手去直接去跳 这就是手臂带动身体了 一定要是我们腰腿再先 带动手臂去完成动作 转腰 不管是顺时针 我们一般会向左转 提前的一个蓄力 走 反承动我们一般会向右转腰 撇脚向左转的突然走 这样 还有我们在转起结束 结束以后我们一般 长头结束我们一般把手打开 打开手臂除开 不能做成长头以后 大家直接称了 就是注意 转腰 其实很多时候你在 因为你腰没有转够 腰没有接近转 容易出现一些 比如说是腰没转够 手容易怎么样 更大了 身体出现一个不平稳的状态 所以说 转腰非常的关键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我们在长头动作有哪些练习方法呢 其实这个动作呢 更多的是第一个问题 是在我们肩关节本身 如果你的肩关节都抬不上去 那么长头肯定是做不好的 所以第一个是还是要 平时我们多去活动一下我们的肩关节 那么在活动我们肩关节之前 你需要了解我们肩关节是有什么动作呢 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那么我们的肩关节呢 那是一颗关节头 一个关节窝 它可以做的动作是 比如说 身上举起来 像我身 外展 内收 外旋 内旋 它可以做这些动作 那么平时要把我们的肩关节多活动一下 你看 像我们的 像我们 热身系列一里面的 去拉伸我们的肩关节 左右的一个 对 然后外旋 然后再做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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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胳膊也可以硬起来 这都是一些活动我们肩关节的一些很好的方法 因为只有你的肩关节充分打开以后 你才可以说是弹得上去做好肩头 你比如说我们肩头里面的动作 有一个怎么样 手臂的 向左 手臂的一个 一个外旋 是不是 你掌握之前的准备 外旋 调整的一个摊形 向右的一个拉开 是胳膊的一个内旋 内旋 而且我们掌握之前 你看 你要向外展开 这是不是一个外展的动作 向外展 那你掌握提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上去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胳膊能做的动作 在我们的手臂 我们的肩关节能做的动作 在我们的这个肩头动作里面每一个都用到了 所以说要做好我们的肩头动作 第一个是把你的肩关节活动拍 使你的肩关节的韧带有很好的延展性 你这样才能够把动作做得很拉伸 做得很到位 所以第一步 保护好我们的肩关节 充分活动我们的肩关节 才是做好我们肩头动作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第二种练习方法呢 主要是想要教证大家的转腰 还有我们的旋臂 我们肩头里面有用到外旋和内旋 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去练习 开跟开这脚钉一脚的同时我们身体左转 就更多的去着重我们的转腰 那么旋臂呢你看 旋臂把你的手臂内向上掌心向上 这样手臂呢 手拍拍间更容易垂下来 这样是做 一二三四 转腰旋臂开 走 一二三 这是练习我们的外旋 那么像内旋的时候 我们开右脚跟左脚 大大大 再回来 大大大 回来 那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 第一个注重你的转腰 第二个注意你手臂的外旋和内旋 同时在练习的时候还要保证你的什么身体打开 把你的胸腰挺出去 这样呢就会非常好看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第三个练习方法就是 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手指灵活性的练习 就是我们在做长度动作时呢 我们手指是有变化的 因为想要拍间向下 你就必须随时对你的手法做做调整 因为我们在松过的时候 拍间是向下的 比如说我要向下做顺时针长度之前 那我的手指是松过的 看到没有 当然也是千人千面 所以我自身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是对松过球拍调整拍行就要松过 在右側的球拍也是一样的 都是松过球拍 可能后面的小拇指我几乎没有在使劲 就是你松过球拍的时候 你的手法才能被很好的灵活的去控制 而且其实你看 我在做长度动作时我可能 看到没有 其实平常这个时候球是不容易掉的 你手法一过得太死的话 你过得太死可以给你的拍间容易向外长 所以在这个时候松过球拍调整拍行 手法随时做变化 控制你的球拍是你的拍间向下 多做一些手指灵活性的练习 那悬臂注意调整 看到这个要松过 变化的太死了 这个平时注重一些手指灵活性的练习 松过球拍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拍间向下 这样比较好控制球弦 第四个练习方法是什么呢 公拍练习动作 那么我们公拍练习动作 不只是让大家公拍做 你在公拍做的时候需要注意 第一个 转腰 转宽 腰 腰腿在动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旋力 调整拍行 第三个 船头的时候 不要走 向外打开 那么第四个 船头结束以后 怎么样 继续转 不能转转完了 突然停到那里 这是需要我们在公拍做动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我们动动的要求 这样 顺时针走 好 逆时针 转腰继续 再回来 公拍练习动作 那么接下来就是你公拍练习完以后呢 就需要我们实拍带球去尝试 可能一开始学动作的时候吧 如果我们要求一下子提高了这么多 容易掉球呀 或者说一下子打不了要 打不了要求 那一定不能回心 一定要知道是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所有的动动作都不是一下子有点好的 按照要求 一步一个小医 慢慢的来 接下来 持开带球 走 反着 走 转腰 回来 好 再给大家做一个 背面示范 正常一头 你是顺时针的 转腰 走 继续转 注意我们的开肩 开肩向下 转腰 再回来 好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长头动作 动作中要求很多 然后呢 因为我们只有注重动作的要求 让大家向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大家动作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看 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能够得美美高 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做一次正面示范和背面示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二三四五六七 好 背面示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二三四五六七 二二三四五六七 好了 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学球的一个小经历 就是我可能在学长头动作的时候 我自己呢 就是做了很多次 然后都做了经常的去掉球 而且都是我会犯的一些错误 什么走关就掉下来啊 然后拍天向外铲 这都是我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个动作 一定不能着急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能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不见得你突然不见得你会有多么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当你某一天可能突然间你突然开朗了 然后你动的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 我没有牛力 很喜欢我们杨靖他们做得快 他们都会 而我就是练了好东西 也没有停下来练习 但是就是学的很慢 没有学会 但是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觉得哇 一下子就好像是明白了怎么样的 突然一下子就做得很好了 其实当你有时候去练一遍 去想一想 去琢磨一下 可能这个时候 当你明白以后 可能你会有一个 动作会有一个飞跃 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 常动动作的时候怎么样 一定不能着急 慢慢的来 一天有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是好的 最后呢 祝愿大家在实习常动动作时 能够把动作按照要求 一步一个脚印 一天一年一年进步 做得好好的 妹妹的 好吗 好吗 好吗